大家好 我是Den 大家还记得他们吗 今天带来了他们的最新消息 9月1号在首尔召开了博士一伙人的审判 而法庭公开了他们在法庭上的证言 首先这位博士表示 一开始真的是为了钱而坐了那个房间 接着在检方提问 为什么在影片里让受害者们称呼自己是博士 还让每位受害者们都在影片里竖起小指呢 的时候他回答 虽然会觉得很愚蠢 但是我当时真的是有自信自己不会被逮捕 为了赚更多的钱 我想要将自己制作的影片都品牌化 所以才会让他们举起小指 根据记者们表示 当天听到他说想要品牌化的时候 检察官一瞬间也露出了荒唐的表情 为了非法影片的品牌化 彻底的践踏了孩子们的人权 接着他继续说 我的目标只有钱 但是公犯不大 是为了自己喜欢的女生 想要得到自己喜欢的女生才接近我的 而公犯Tapping In的目的是 为了在房间内得到认可称赞 他继续表示 现在这个社会对于房间有着双重标准 太平洋是17岁 比受害者A某还要小一岁 但是大众们都觉得 太平洋是已经可以承担社会责任的年龄 而受害者却是纯真无辜 自己无法判断自己做了什么的年龄 是需要大人们保护的存在 是不知道钱跟社会的存在 购买者 旁观者 还有受害者 都是在超乎厂里的地方 做了超乎厂里的事情而已 如果真的想要解决这个事情的话 需要有不一样的思考方式才可以 最后对于检方提出的 透过盗取的女艺人们的个人资料 是不是也想将女艺人们 做成那个房间的受害者呢 他表示 我没有那个能力 虽然有联络他们想要夺取钱财 但是失败了 并不是想要做成房间的受害者 总结一下就是 他从头到尾一直都在合理化那个房间 觉得大众们都有着双重标准 甚至还在批评调查机关 以及社会的视线 最重要的是 没有一丝反省的态度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民们的反应 是疯了吗 他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所以他是认为都只是开玩笑而已 为什么会变成犯罪吗 有这种想法就应该要判他300年吧 既然在检察官面前 也能这么堂堂正正的成人想要品牌化 我仿佛看到了臭水沟里垃圾们的对话 这种东西要永远与社会隔离 啊 我突然觉得 他在法庭上的政言 是不是想要让大家认为 自己有精神病而想要减刑的战略呢 实在是太恶心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故意擦撞移送紧急病患救护车的 这位继承车司机 经过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位司机在几年前开始 就多次犯过保险诈骗 2017年 他故意装上了打灯插进来的救护车 当时也威胁了救护车司机 没有紧急病患还打灯插进来 不给50万的话就会去举报 跟这次的事件几乎一模一样 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 也用了同样的手法索取了120万 2016年也已擦撞事故 向受害者以及保险公司索取了240万 警方表示 从2015年到去年为止 一共有了6次这种诈骗 共索取了2000多万汉币 目前首尔警方已故意伤害 特殊暴力诈骗等6个嫌疑起诉了这位司机 看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果然是个垃圾 原来从以前开始都是有计划的 你说会负责任 所以就判个无期吧 年轻人竟然过了这么肮脏的生活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女爱豆们的坏坏手第二集 昨天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 发现很多人都蛮喜欢坏坏手 所以又准备了 在此随便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